手上停顿退后场 太虐心了 开局一波9比0 收关21比6 面对这位印度挑战赛 一郎挑战赛 双料冠军 印度新星 坦尼亚 戴茨颖 还是无情的收割比赛 甚至是连汉都没出 全场就仅花了24分钟 连续推身后 就送他回家去 相比昨天温馨满满的比赛 全力带 这次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给呀 其实比赛一开始 对方并没有感到太窒息的压力 戴茨颖 后场的将手中15分 特别是开局习惯性 找节奏的戴茨颖 主动的15分 让比赛来了个3比3的平手开局 在拉开之后 摄方都是通过平高球 压底线戴茨颖对角 出现失误 坦压 说不定 还暗暗窃喜呢 甚至自己说不定 还能报个冷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呢 脚带 一旦认真起来 真的很吓人 各种极限神仙球 瞬间就让全场沸腾 这一波6比1 转眼就让双方实力差距 变得肉眼可见 戴茨颖呢 在拓 基本上 就是目前在女战当中啊 比赛都是顶颠这几位球员会有胜负 那上一战主要是马林状态非常好 速度方面 面场比赛 就戴茨颖的赛前准备没有那么充分 也是给小朋友 给戴茨颖带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 但作为东道主 他还是要客气客气 然后就连送点15分 这八球 收到对角 两边拉开 这才收走比分 进入间隙休息 而6比11的比分差距 显然并未能让印度妹子沉苦 他愿意直追 连打两分 瞬间又激发起小戴的斗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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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没那么大 也是登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波6比0 再次无情收割比赛 但对手也是任性 还是在两边拉开 四方球控制 大家自己有没有出来打 咬对的进攻 这个球被对方打了一个滑板对角 用一个滑板对角 展示自己不服输的竞技精神 好球啊 对手这么给力 小戴又开始拿出权力 同时一再挑战自己 对底线的掌控力 最终用21比11的比分 终结了第一局 漂亮 亮 四局后全力带一上来就展现自己的超强战斗力 不断用高质量的进攻给对手压力 同时也一再展现自己的人肉鹰眼功力 中国台北公开赛是超级300 赛事级别相对来讲比较低 去打一下500的比赛 这一波9比0的比分收割 对他来说太轻松了 最后采用这一派边线出界 总算让对手捞回那么一点颜面 当然坦尼亚这极限的边线球 也同样证明自己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余地 而戴自颖的控网失误 还是能够控网 让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双方以11比3进入了技术间隙休息 再继续压后桥 而休息回来后 小戴似乎不打算拖延了 再次活力全开 上来就又轰出一波5比0 瞬间就让敌分来到了16比3了 然后采用这极限对角的一出界球 让对手不至于怀疑人生 对角在两边这两边收掉 好球啊 这比赛呢也算不上崩盘嘛 整个实力有差距 但丝毫不影响小戴 又用一波5比2 无情收割的比赛 结合重复给后场 反拍在过渡对角 手放停顿突后场 非常主动 这就是女单 贝斯的恐怖实力 印度新星 这次总算亲身感受到 什么叫凛冽刺虎的实力察觉 连续推身后 比比持 压身体都带进 二比比投胜 那么这样比赛可以看到 马亭尼亚 主要也是学习的机会吧